大马水患除了灾区慈济人紧急的就地援助 另外包含了槟城和雪龙两地志工 也分头的前往赈灾关怀 慈济雪龙分会首期勘灾 十人团事先搭直升机再搭车 抵达了重灾区进行勘察 看到灾区里头洪水是逐渐消退了 不过留下粘稠污泥 加上没水没电灾后清理 可以说是十分的焦主 从吉隆坡出发的慈济雪龙分会 首席勘灾团刚下直升机立刻坐上车 往马来西亚马来半岛东海岸水患重灾区前进 洪水消退留下满地淤泥 齐兰丹中南部晃华深圳 居民仍然不敢相信 年年都有的季风好雨 这回竟然带来淹水噩梦 历年来没有这样严重 很少我们到 出事到现在都没有试过这样严重了 其多的居民因为不幸这个水可以上到二楼 三楼 所以很多人没有临时搬出去 在昨晚上盘晚的时候 我们全部用船 把每一间家的居民全部运出去 因为他们已经缺水缺粮了 最重要的现在没有水 就是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水 没有电没有水 烟坏的家具清除不完的烂泥 从空拍画面 晃华生的金融中心 道路全被泥土覆盖灾后整理千头万绪 马来半岛八个州超过16万人饱受淹水之苦 大马慈济志工连夜动员分头探勘 也将运抵生活物资陆续进行发放 大爱新闻贾少彦林伟德 马来西亚报道